小狗被人用绳子捆住嘴巴,由于捆得太紧,导致小狗的嘴巴已经被勒得严重变形,不仅不能吃东西,而且有时小狗痛的脸部都会扭曲,可以想而知是多么痛。 每次小狗找到食物时,都会下意识用嘴巴去吃,当发现嘴巴张不开,吃不到食物时,他那绝望的表情,让人看后,先如被针扎一样痛。 后来通过询问,终于找到了这只小狗的原主人,听完狗主人的话后,在场人都十分愤怒,小狗无意中咬坏了主人新买的鞋子,一气之下,就用绳子捆住他的嘴巴,并且还将小狗丢弃,后来好心人发现小狗出事后,便直奔现场,当再次看到小狗时,他已经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,仿佛要马上离开这个世界一样,随即一把抱住小狗直奔医院救治。 当医生剪掉捆在嘴巴上的绳子时,在场的众人都流下了眼泪,小狗患处让人惨不忍睹,很多绳子的纤维都已经嵌入皮肤,而皮肤也已经溃烂流浓,时不时还会散发出一股恶臭,让人很难想象这些日子,他是如何活下来的。 幸运的是,在经过医生专业治疗下,小狗已经脱离了危险,并且还被一个好心人收养回家,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最后还想问一下,如果遇到这种可怜的小狗,你会愿意救他吗?欢迎留言互动。